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看到对方拿出铁棍菜刀挥舞 国方随即持线弹枪一方面警客 慢慢将巡方艇靠近渔船 还欣愿一个箭步强靠登检 所有人穿着防护衣 将渔船还有大陆籍渔工通通带回 脚踩消毒水 手喷酒精 准备排队上码头 澎湖海巡队执行护勇专案 在澎湖花雨西方20.7里 发现这一艘大陆渔船 趁着海向平稳越界捕捞 海巡登船检查 遭到对方挥刀拒检 最后才乖乖停车 当场查扣棍棒 卫生局也对渔工7人裁检 结果都是阴性 在大陆海洋伏计休日期间 为了防范对岸渔船越界作业 澎湖海巡队将海上搜寻 列为查期重点 不让陆籍作业渔船捞过界 进而成为防疫破口 三连新闻业绩好 王全和无性化 同步报导